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要你判斷下列哪一個電路 不屬於純病臉電路 好那我們來看看這A圖 看看屬不屬於純病臉電路 首先我們看RE RE的話是從A A假設是B電位 這B是高電位號 從這裡這樣過來 往上爬 爬到這裡來的時候 就直接變成高電位了 也就是說 它從A RE的話 從A這個低電位 直接什麼呢 跨過一個什麼呢 跨過一個電阻 RE 直接就變成 高電位B了 好那我們來看看R2 R2也是一樣 D電位 跨過一個電阻以後 就直接變成高電位 一樣喔 這樣跨過去嘛 往這邊跨的話 是跨到R3了 從D電位的話 跨過R2 跨過R2 直接就變成高電位了 然後跨到R3 然後跨到R3 就變成高電位 這等電位嘛 跨過R3 跨過R3 就變成高電位 所以這個是純病臉 這個沒有錯 這是純病臉 好再來我們看看 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 是這樣的圖 這個 這裡有個電阻 然後呢 這裡的話有個電阻 跨過去 這裡是 這裡是R2 這裡是R1 這裡是R4 這裡是R3 這裡是R5 有12345 這樣起來 好 那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 是不是純病臉 首先 這個一定不是純病臉 我們先來看 這個我們從 低電位跨到 那個高電位 這個 從A開始的話 我先跨過R1 我先跨過R1 R1 那有沒有辦法直接 倒閉 沒辦法 為什麼 因為呢 他往這邊跨過 要跨過 最高電位的話 一定要跨過R5 跨過R5 才能到達 最高的電位 要跨過R3 R3的話 才能到達 最高的電位 所以 這個就 這個就不是純病臉 這樣 要過來的話 一定要 這兩個先病臉 以後再跟他串流 那 R1 R3 寫完了 這樣看R4 R4的話 就直接過來 跨到最高電位 這是R4 1 1 3 5 R2 R2的話 就直接跨過來 就是了 這是R2 這個就是他的等效電路圖 也就是說這個電路圖 是 這兩個的話 病臉完要再跟他串連 所以他不是純病臉 所以這個不是 所以應該選B 這個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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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再來我們看看 這個 第三個圖 第三個圖 這個 這個 R1 這個 是 R2 這個 是 A 這是 B B B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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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R4 R R3 我們來看看他是不是 純病臉 我們先從 D電位開始跨 這個 他跨過inde R1的話 就直接到達B 所以他跨過inde 直接到達B 他跨過R2,直接倒打B R2,直接倒打B 跨過R3,也直接倒打B 再來我們看R4 R4的話,有沒有直接跨過 R4的話,這個好像沒有 R1,先要什麼呢? R1的話,直接過來 然後這裡的話 會先跨過什麼? O以後 這個可以等電位 跨過R4以後,直接過來 跨過R4以後,直接過來 因為這個都是等電位 這是低電位 這是A,這裡是高電位 這是B 所以從A,跨過R4以後 就到達B 這是R4 所以的話,這個也是純并連 R1,R2,R3,R4 這個也是純并連 所以不是純并連的話 就只有B 所以這一個答案應該要選B